立法院現在正在進行中央政府總預算的審查 而其實在國民黨的部分呢 昨天是開了記者會 他們是炮轟衛福部長薛瑞源 說他過去曾講說 國民黨批評高端是在做空股票 但國民黨對於這樣的說法是相當的不滿 他們還揚言了 如果薛瑞源沒有對外道歉的話 他們要拒審衛福部的預算 而在今天朝野協商的時候 薛瑞源他也正式的鞠躬道歉了 我們來看看稍早畫面 蔡富瑞人都可以處理了 今天我有這個事情 我昨天也兩度打電話給你和薛部長 假如他的演藝術是這樣的話 我請你一定要接受他的道歉 好不好 現在我們就讓部長來說明一下 好 那今天遊演長在場 沒有關係 那個各位黨團的委員都在了 那我就很鄭重的 來跟曾總召道歉 好 好了 好 這有生意啦 這有生意啦 OK啦 OK啦 OK 對啦 真的就是說 因為 有時候我也會講錯話 我老講 但是有時候 保陵 你 我也希望喔 你繼續做 但是那位 可以說 有的是什麼 真的喔 你是家中的學長 對對對 他是我的學長 我是他學弟的學弟 另外外界也相當關心全民普發六千元 究竟能不能在二月底之前大家都領到錢呢 而對此呢 國民黨團日前是主張了 希望這個立法院的會期能夠延長到一月二十號來完成相關的立法還有預算的審查 只不過現在卻被民進黨批評了 在總預算的部分 國民黨團就提案了兩千八百三十二案 等於是變相拖延了預算的審查 也接著呢 也會拖延到整個普發現金的立法還有預算的審查 但是對於這樣的批評呢 國民黨團他們是強調監督預算本來就是天經地義 再來立法院的最近狀況